第八章 捡姑婆的护理员 第二天 捡姑婆的心情又变差了 亨利和班尼本来打算开心地在农场四处转转 结果却见识了姑婆的坏脾气 来 捡 杰西和维利听到麦奇说 我来给你洗洗脸和手吧 不 屋里传来一声尖利的回应 旺旺看着姑婆的房门竖起了一只耳朵 真哪你没办法 麦奇喊道 早饭不吃 不让洗漱 不让整理床 你想让我怎么样 要不要打开窗户 不要 屋里已经很冷了 小老太太说 你刚才还说太热呢 没错 可那是刚才 哦 天啊 麦奇无奈地说 姐妹俩面面相去 旺旺站起来 看了看门口 维利把最后一摞碟子放到橱柜里 突然 麦奇从卧室里冲出来 关上门 差点哭出声来 孩子们 我今天没有一点办法了 你们来之前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 他现在变好了呢 不知道我进去了 他会怎么说 维利说 我去试试吧 你真的要进去吗 杰西问 说不定他 今天对谁都会发脾气的 就算真是这样也没关系 杰西 维利答道 我不会太受伤的 如果他说话刻薄 你当然会受伤害 杰西大声说 我也会很难过的 可我还是想去试试 维利说 把肥皂给我吧 维利轻轻地敲了敲简姑婆卧室的门 简姑婆 我是维利 我能进来吗 行 进来吧 姑婆答道 维利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 把几张报纸 扑到简姑婆床边的椅子上 他把洗脸盆放到报纸上 将热水倒进盆里 今天真热 维利愉快地说 我觉得用热水洗洗能让您凉爽一点 是吧 也许吧 简姑婆看了看漂亮的小女孩 我以前总生病 维利接着说 照看过我的护士说的 维利抬起姑婆瘦小的手 用温暖的肥皂水 轻轻地洗着 洗完后 她用软毛巾 把姑婆的手擦干 家里只要有人生病 都是我照顾的 维利说 将来我还想当护士呢 维利又洗了另一只手 然后把简姑婆的头发挽起来 给她洗了脸 维利正在给姑婆擦脸时 旺旺摇着尾巴 慢慢地走了进来 简姑婆看见了她 今天我可不想跟你玩 姑婆说 快回厨房去 旺旺一声不吭 正要往厨房走 这时 她转身看了看维利 维利说 旺旺 你真乖 我喜欢你 可是 简姑婆要你回厨房去 旺旺可怜兮兮地看了她俩一眼 伤心地走了 这次没有摇尾巴 算了 简姑婆大声说 回来吧 你可以留在这里 我还没见过 像你这么通人性的小狗呢 想来就来吧 旺旺高兴地跑过去 把爪子伸到白色的床单上 不要 维利喊道 没关系 来吧 简姑婆说 我们从来没让旺旺上过床 维利轻声说道 我喜欢让小狗在床上玩 简姑婆说 旺旺看了一眼姑婆 又看了一眼维利 上来吧 简姑婆说 旺旺用力一跳 跃上了床 她趴在姑婆的身边 把脑袋贴在前掌上 好像不确定自己 做得对不对 便一直瞅着维利 维利则看着姑婆 发现她正在冲旺旺微笑 维利现在确信 旺旺做得对极了